这个视频咱来研究一下求星球密度的方法 在真实情况中 地球其实是椭球体 它由地壳地脉地壳地核组成 每一部分密度都不相同 但是为了研究方便 咱们假设星球质量分布均匀 并且是正球体 说清楚假设了咱们来求密度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密度的定义式 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星球质量大M 可以用上个视频讲过的方法 通过黄金公式 或者万有引力重量相间力来求出 而星球体积可以利用球体体积公式求出 质量和体积都有了 密度自然也就算出来了 我要提醒你一下 计算时一定要分清大R和小R 大R是星球半径 而小R是它的卫星的轨道半径 你可别弄混了 为了避免弄错 你可以尽量不使用这个带小R的式子 只用黄金带黄公式和体积公式来计算密度 这样计算中出现的所有量 就都是星球本身的了 除了一步一步算 还可以把这两个式子整理一下 先把黄金公式变形得到质量的表达式 把它跟体积公式相除 就是密度的表达式了 把这个式子仔细整理一下 这其中三和四拍计都是常数 因此只需要求出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G 和星球半径大R 就可以得到密度R了 举例来说 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是9.8 地球半径是6.4乘10的6次方米 把这两个数据带入这个公式 地球的平均密度大约是5.5乘10的3次方千克每立方米 这大约是水的5.5倍 除了用来清密度 这个式子还可以反过来用 改写成重力加速度的表达式 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 星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与星球密度和星球半径都成正比 也就是说同样大小的星球 固态的比气态的重力加速度大 而同样密度的星球 个头大的重力加速度大 用这个方法可以估算月球的重力加速度 把它和地球做比较 月球半径大约是地球的四分之一 而月球密度大约是地球的五分之三 重力加速度与它俩成正比 解成比例的式子就是这样 半径比是四分之一 这儿就是四分之一 密度比是五分之三 这儿就是五分之三 计算一下结果是二十分之三 大约是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月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大约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有了重力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研究月球上的 平袍运动等问题了 以上就是研究星球密度的方法 首先可以利用定义是 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先求质量再求体积 最后把它俩除一下 其次利用整理之后的式子 通过重力加速计和星球半径二 也可以直接求密度 最后这个式子变形的结果 说明重力加速度跟星球密度 和星球半径成正比 这个结论非常有用 你不妨记住它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的话 就去刷个题吧 我还会召唤唤唤枝 就去刷到你了